老爹总是找事儿子很闹心 儿子过得好老爹不平衡 是老爹无理取闹还是儿女缺乏关心 十二岁女孩儿爹妈不管 身世可怜 奶奶替孙女讨说法 曾经的夫妻见面却大打出手 哪里才是孩子的归宿 她背叛家庭家外有家 如今想回头女友能否放手 一番折腾她为何最终成了孤家寡人 百姓调节马上播出 立白引领绿色健康 知道吗 PM2.5小到能进入头皮毛孔 只靠清洁表面 不够 海菲丝畅新护肤洗发生 不但是血更清洁PM2.5 给你持久去血保护 海菲丝 结婚几年了 一直怀不上 我去了长江医院 很多医院 一年了 宝宝很健康 我没法过了 我谢谢长江医院 到长江团运快 到长江团运快 郑州长江不运不遇医院 6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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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洁净的衣服给她自信 我选择洗得干净 有温和的太子 太子洗衣液 具有双重洁净技术 去自一漂无残留 她自信的表现 是我最大的嘉奖 有太子 眉污渍 不想要羽毛贴在头发上 新登场 reject 飘柔 让发根清爽不粘 发尾柔顺到底 看 你来试试 reject 飘柔 B浪 专位机器设计 表径冬衣残留 真的不可能吗 全新B浪 吸气几页 冬衣在后 也能轻松捷径 深入表径 无残留 清爽 摸得到 不可能 有B浪就能 梁明 走住了 关键是可不靠谱 不可能 一会儿就弱暴 恶货 来她实力架吧 梁明 嗯 来这儿 实力架 很少饥饿 做回自己 爱绿色 不爱添加 爱健康 不爱伤害 立白照页 不添加荧光棕摆剂 绿色健康的洗衣液 立白 银领绿色健康 我这个女儿 炸盐面 那是她爱吃的 这么多年 这小孩 没觉得她长大 她叫傻赖 她会成 她的笑容高 什么都比不上家的味道 高露杰360 知道家人的笑容 有多珍贵 所以她正为口腔 提供持久的保护 高露杰360 笑容 值得你一生守护 广告之后 欢迎回来 欢迎您收看 百姓调节 我是新尤 老爹呀 总是争宠 闹得儿子一家 不得安宁 到底怎么回事呢 公共带病而要 竟然引发 公席大战 谁要打了我这个脑粉 老爹一心想住新房 为何遭到儿子反对 为什么呀 你怎么去的呢 想整住 居然未回饭 就够了 为跟孙媳妇争宠 吸寻老汉 要车又要房 我老是你起八十了 你起也不不叫你起 父亲频频为难儿子 用意究竟合战 我都干日比的 你给那儿别 老爹要我脑 别在这儿拢了 我哪里多 百姓调节 争宠的老爹正在为你 你说大爷 你也起得多睡了 你咋就大爷 那一把尺的 哪都给你在咬球里 我能闹呀 我朝国那摇佑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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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朝国那摇佑了 那么算 我先先一摇 画面上的这位求助人 是来自新乡卫会的王老汉 今年七十五岁 西夏有一儿一女 王老汉说 本想着应该能安度晚年了 可是现在连个舒适的住的地方都没有 并且儿子儿媳还经常虐待自己 王老汉说 自己辛辛苦苦把儿子养大 现在儿子住着宽敞明亮的楼房 自己却住在这样阴冷潮湿的小屋里 他心里实在是难以平衡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有个要求 可是儿子儿媳却始终不愿答应 那么王老汉到底给儿子提出了什么要求呢 王老汉说 就因为自己的这个要求 他们经常吵架 以至于有病也不让他熬药 并且儿媳还动手打了自己 无奈之下 只有求助于我们 事情真的像王老汉所说的这样吗 我们找到了王老汉的儿媳妇了解情况 这位就是王老汉的儿媳妇 提起公公 他不愿意多说什么 最终经过调解员的一番劝说 他回到屋里 却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来 你昨天告过儿子过是不是 一言不合 一言不合 翁锡二人吵了起来 正当调解员劝说双方的时候 王老汉的儿子回来了 我曾经也去过 然后江同学去过 我曾经成长谷底 这一节奏 翔带是说 诗华说 翔正书 闹的是谁都知道 这个王子宫 哦 他好厉害呢 高卓 我大了 你家人大了 不叫他乔 不叫他乔 自己是什么名字吗 大国的话 王老汉的儿子说 现在父亲就是胡搅蛮缠 不论理 他拿父亲 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是对父亲 他是问心无愧 那么前面王老汉所说 自己生病 坚要被打的事情 到底是真是假呢 有啥不叫你乔友啊 有啥不叫你乔友啊 有啥不叫他乔友啊 为啥不叫他乔友啊 我不叫他乔友 我叫他给 你要出把三个饭 三个是啥 出把饭呢 给那个妹吓的 吓人来 他刚有就老了 想看 我说你给那个妹桃的 王老汉的儿媳妇说 公公的脾气相当急躁 当时根本不听自己解释 抡起拳头就打 这在他心里 也一直是个心结 你打他没有 你回想回想 打二兄 谁要打我这个脑粉 你怎么又打你了 你怎么打你 当时都能俩再讲 你说 你当时咋说他的 我说他 你别 我都说 给个妹槽的 你才购 你听听着咋的 我都顾别人 咋费你了 咋单费你傻 你来 我怎么这弄啥了 当时咋了 你提权 你给他换手 我会不快说 我都叫他咋的 你没俩顾他去了 我跟你说啊 大爷你听我说 咱今天就接着个解答的 对不对 有人这个 这个嗷尾的事 也是搁到人家内心里边 做少年了 是吧 不在那交货 不在那交货 你知道没有 我说啥吧 咱今天都在城市 说是说了 你打着他也没给你留客气 他也给你对打了 这边确实 你没有那么大的 那你没有大的 他都管 还不要你嗷尾 还打你嘛 我说啥吧大爷 这个事 四次都是四次 在世界边 别埋着 别疼 无论小姐妹 怎么劝说 王老汉始终不承认 自己打了儿媳妇 并且还说 是儿子儿媳 经常虐待他 为了弄清楚 事情的真相 调解员向他们的 村干部了解情况 他这一家 都像这个老人 给他儿子 给他媳妇 这个矛盾 之前你不是也死到 是吧 到底是这个老人 这个老人的问题 还是他儿子 给他媳妇的问题 啊 啊 这要多吃 这有什么 这个矛盾 有什么太高 你把那 弄不成热的 你咋老人 只要人家 你小着你 你住的地方 都看见了 你现在 要是他个太高 他儿子给他 媳妇 虐待过这个 老人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听村干部说完 瞧解员产生了疑问 那么 王老汉到底 有什么过高 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呢 我不是 别的 你给这 我把他腰 大 我就别的 你给这 我都干日 你给哪 我把他腰 大 我别的 是功诊 大 得多 我先提出要求 正要与儿子 一条 你以后别 我超过那 要有人没有 我超过那 给我小姐 人没有 老汉 要与孙媳 争宠 儿媳妇 左右为难 多大了 别说 对 你干啥 我这都 别狠 小姐现场 老人发怒 昨林又舍 如何评价 你也起得多睡了 你咋就 哪有那一块尺的 哪有都给你 在要求的 百姓 争宠的老爹 正在 为你 说 我都干日 比的 你给那 别的 我不要 王老汉说 他辛苦 把儿子养活大 也不容易 现在儿子住的条件 比自己的好 太多了 这让他心里 十分的不平衡 事情到了这里 王老汉才说出了 自己的真实想法 就是想和儿子儿媳 一起居住在大房子里 那么 儿子儿媳 会答应他吗 王老汉的儿媳 很干脆利落地 告诉调解员 他们就是不想 让公公住进去 那么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王老汉的儿媳妇说 现在他们也娶了儿媳妇 并且 还有两个小孙子 如果再让公公过来 一起居住 实在是 不太方便 这时 王老汉的儿子 又说出了一个 不和父亲 一起居住的原因 夏天天上 嗯嗯 这是我条件的 我热条件的 并不是穿梭的 他跟那儿穿梭的 他带床上床 一根线不挂 他自己个屋里边 不掺一波 要如果我叫你做这屋 这小伙儿们大根子 这是第一 不叫你做 你这样的 你亲眼这样的 我亲眼这样的 就不认识看见了 那我只留个链子不挂 你也看下了 王老汉的儿子 儿媳说 就父亲这种行为 他们真的是无法 让父亲和他们一起居住 那么王老汉 真的就这样 一点形象都不顾吗 那算说的 那就是你夏天 都挂着董事 给穿上床 那要挂着门 我就开着门 你给开着门 就给他藏 我一看都看见了 那确实你有过这样的事 你现在人你不穿 连裤子都不穿 是不是 是不是 咱俩 这都谁叫的 不是谁叫不谁叫 家里有媳妇 有孙女媳妇 有孙女 你这厂屋 以太连都看见了 吴小龙都看见了 你从那边过去的 你敢别给这屋里能上的 你看你都给这不差 你不敢这样团队的 是成何其中的 经过调解员的一番批评教育 王老汉沉默了 于是调解员也给王老汉提出了建议 我跟你说大爷 下天日咱都知道 那话说来的 咱全天下楼本性不都是这么 咱都在这儿 咱得抢个裤头 你想想女儿那一天 从那边过看见你 女儿咱是对人落里没有肯定 你知道没有 咱当楼里得有当楼里的那种嘴边 你知道呗 对于调解员的建议 王老汉表示接受 同时 王老汉也给儿子儿媳提出了意见 王老汉非要向儿子看齐 儿子有的他也一定要有 这时王老汉的儿子说话了 我不气 梁鹿 梁鹿是啥 梁鹿摩托 你也那不中 嗯 你叫人家不中 来 能哪 大哥 我不气了 大哥 你听我说 搞我 把圆子搞我 你叫他气气吧 把圆子搞我 把圆子搞我 就给关上 大爷 摩托城你气八十了 你气也不不叫你气 家中时不能气 家中时也不能气 不叫我能气 考虑到王老汉的年龄和安全问题 王老汉的这个要求 被调解员拒绝了 并给他提出了新的建议 弄个自行车 那个点是鸡 懂不懂 读着不来 懂不懂 那我给他打上的 当调解员把这一要求 告诉王老汉的儿子时 他却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来 我叫你吃饭 吃饭 算什么似的 七十八十 几根几根 乡政府 连回饭 他就够了 我人家这么讲 我不敢打你 我不敢打你 他长老吗 好 我跟你说哥 我刚才 我长两两 我知道哥 他吃饭吃了 他都给个鸡翠的喊子 你现在没法给他叫这 他我刚才都说了 他是个人 他并且是个父亲 你没爸爸 你比如说给红照二两 总不能大哥给他爸弄个电视机 好不好 经过调解员的一番劝说 王老汉的儿子同意给王老汉 再买辆自行车和电视机 没想到这时 王老汉再次提出要求 事情到了这里 调解员终于明白了王老汉的心思 他之所以提出这么多的要求 其实他也是想利用这种方式 来引起家人对他的重视 我跟你说 大爷 你这个问题不都是想说 你老了 然后都希望 儿子媳妇能给咱个笑脸 能多配配咱 这位多挂钱 你要记住 那谁是原来起发誓 了解到父亲的想法之后 王老汉的儿子同意给父亲在屋里安装取暖炉 但是为了安全考虑 还需要征求一下王老汉女儿的意见 那爸说的他那个屋子想弄个梅活炉子 再叫他屋里边的温度再达到那个程度 我觉得也不太放心 你觉得呢 你觉得他要 你给他弄他不要 他都咱们给他搁弄 你觉得那爸自己给他屋里 使用这个炉子 安全不安全的 咱跟他说 事情到了这里 王老汉和儿子儿媳之间的心结 终于打开了 王老汉的儿子表示 以后不光在硬件上给父亲温暖 而且要真正温暖父亲的心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我们也希望 作为儿女的 平时要对老人多一些关爱 多一些关注 老人之所以总是找事 想要的就是子女对他多点关心 您说这人 为什么总愿意把最好的都给儿女 却不愿意把最好的给父母呢 十二岁的小女孩 然后就是这位爸妈都不管他 您说说 这可怜不可怜呢 离婚五年 为何又大大出手 我从来中打他死呢 无辜的孩子 又定在何去回头 也不想给你爸 也不想给你妈 百番劝解 能否明确孩子的出入 你怎么不可怜可怜 你干什么 百姓小姐 离婚五年后的战争 正在为您投诉 开始这样的天 你死了 因为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画面中打架的男人情绪激动 难以自制 虽然受伤的女士已经倒地不能动态了 可是她看起来却依然是怒火难消 我们看到画面中几个人都在极力制止 这个情绪激动暴怒的男人 可是她显得很烦躁 并不能冷静的听从调解人的劝解 一旁受伤的女士还躺倒在路边 右手紧紧拉着一个女孩 小女孩看起来有点紧张 她们到底都是什么关系 又是因为什么事 这个男人能有这么大的仇恨 要大打出手呢 这事还要从这个女孩的奶奶 齐老太的求助说起 原来画面中小女孩您叫思雨 和受伤的女士是母女关系 五年前 齐老太的儿子徐先生和前妻离了婚 家里三个孩子都判给了女方 但是小思雨实际上却一直是跟着奶奶长大的 现在齐老太两口日渐年迈 思雨的父母却都对孩子不管不问 并且孩子上学还需要户口 她的母亲却一直不愿意把户口给孩子签回来 既然当初孩子都是判给了她母亲的 后来思雨怎么又跟着奶奶生活了呢 按照齐老太的说法 孩子虽然在离婚的时候判给钱儿媳了 但是钱儿媳事实上并没有能力照顾三个孩子 在他们老两口去看孩子的时候 看到小孙女思雨生活状态并不好 因为心疼孩子 所以钱儿媳带走孩子仅仅二十天 他们便把小孙女接回来了 为了证实他的难处 齐老太叫来了孙知书 一起帮忙处理此事 随后孙知书也向调解员证实了思雨母亲 故意难为齐老太的事情 作为孩子的亲生母亲 却不考虑孩子的将来 执意要扣留户口 让孩子奶奶为难 她到底有什么心结 还有孩子的爸爸呢 在孩子上学户口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 她又在哪呢 为什么不出面和孩子妈妈沟通解决此事呢 说起儿子对小孙女的态度 齐老太显得很无奈 孙女就在身边照顾 本来就该是儿子去操心和钱儿媳 沟通协商解决孩子的事 可是现在儿子却不管不问 为了尽快解决此事 调解员和齐老太一起 先找到了他的儿子徐先生 见到徐先生之后 他这样告诉调解员 按照徐先生的说法 他并没有不管孩子 只是因为和前妻沟通无果 他对此事也没有办法 虽然没能解决好这件事 但是他的心里一直都是牵挂着孩子的 听徐先生说 其实很关心孩子 齐老太不能认同 既然徐先生心心念念想的都是孩子 那么为什么就没有回过家看过孩子呢 因为孩子吵过架 吵架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原来因为小思雨一直是跟着奶奶在新乡 王楼乡的家里生活 思雨的母亲在新乡市打工 因此偶尔思雨母亲想孩子了 会到思雨奶奶家里看看孩子 然而徐先生目前已经在婚了 虽说并不在老家居住 但是母亲不经过他的允许 就让前妻回家 他觉得这种做法 就是没给现在的妻子留面子 所以难以接受 徐先生的指责 让齐老太觉得很委屈 他认为 虽说儿子和前儿媳是离过婚了 但是前儿媳毕竟是思雨的亲生母亲 让他偶尔看看孩子也无可厚非 但徐先生可不这么觉得 从两人的争执中 我们看到 徐先生就是因为不想让前妻回家看孩子 因此对母亲有意见 也正因为心里有所不满 虽然口口声声是疼孩子的 但是因为赌气 并没有在生活中做出任何关心孩子的实质性举动 看到徐先生并没有认识到自身的问题 反而一再的指责母亲 调解员很生气 无论过去两人的婚姻 谁对谁错 但毕竟现在都已经过去五年时间了 并且徐先生和前妻也都各自组织了新的家庭 调解员希望徐先生还是面对现实 帮助其老太尽快把目前孩子的实际问题解决了 通过沟通 徐先生前妻并不在家 一同协助帮忙调解的村支书 最终与他电话取得了联系 随后我们见到了徐先生的前妻 孙春风 刚一见面 他就明确表达了不同意 牵孩子户口的态度 他的男生不在里养他在大的 他没有那年养 他会有那么 tent她爸的养 他爸的层次不安全 不给 跟着来 天我都土拿上去 他不跟着我没罚 然后我这苦补是不会见他 读 krijgen えー 着阳 然后他 我提起局想大胆出手 受惊的孩子为何同愿说话 抱抱妈妈 拜计他给离婚五年后的战争 正在为了说 上节我们讲到和徐先生一起找到了他的前妻 但他并不愿意把孩子户口迁回到徐先生名下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他到底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呢 原来徐先生的前妻证为 徐先生在婚姻存续期间有过出轨行为 因此在最终造成了现在的局面 他是想让徐先生为他曾经的过错买单 但徐先生并不承认他有这样的过错 按照徐先生的说法 他非但没有婚内出轨的行为 并且两个人之所以离婚 责任其实全在前妻身上 我回家来了之后就纠约 纠约派约的时候 我啥都不知道 那你离婚姻都不知道 发现他们不知道 我啥都不知道 被离婚 按照徐先生的说法 他在离婚这件事上 其实根本不知情 只是回到家 最终被通知了离婚的结果 这事让人有些匪夷所思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人家陈金安妻子离婚的时候 都找不着人家 人家都不说 人家都找不着人家里了 他把钱子来 他妈给我上罚钱去了 原来因为徐先生打工在外 常年不见家 两人矛盾日积月累 造成了严重的婚姻危机 前妻想与他离婚 无奈找不到人 于是最终通过法院公告离了婚 最后 齐老太也证实了这一点 虽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五年了 但是当初徐先生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离婚 内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所以才至今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 这些事我刚才妈都考虑到了 我妈弟弟寄来我也能理解 但是就以为这些事 老是堵到水里头我也没法 既然至今都对此事难以释怀 当初徐先生又为何常言不进家呢 两人在过去的婚姻问题的责任上相互指责 无论究竟谁对谁错 但毕竟都是过去的事了 调解员希望徐先生的前妻 还是能从这些问题中解脱出来 一切要为了孩子着想 听了调解员的批评 徐先生的前妻沉默了一会儿 最后他说出了他的难处 徐先生的前妻还是坚持不愿意签孩子的户口 但是表示如果孩子愿意跟着他 他会尽全力好好照顾女儿 但是小思雨又愿意跟着他吗 调解员决定问一问孩子 虽然调解员反复的与孩子沟通 然而他却始终不愿意开口说话 看起来显得很紧张 齐老太告诉调解员 其实孩子之所以现在这么内向 完全是因为家庭矛盾 长时间的富裕影响造成的 因为长时间得不到父母的关心 没有家庭的温暖 小思雨甚至因为承受不了 还有过离家出走的举动 听了齐老太的陈述 调解员耐心的跟孩子沟通 他最终也证实了奶奶的说法 虽说奶奶才是始终最疼小思雨的人 但是思雨妈妈却执意要按照她的想法 来安置孩子 小思雨最终又能同意妈妈的提议 回来和妈妈一起生活吗 思雨并不愿意跟着她的妈妈一起生活 即便如此 徐先生的前妻却依然执拗 并不同意尊重孩子的意见 把户口牵回 你把你扔扔的行啊 你谁扁我做成啊 你说的你扭不托 我不给你扔扔扎扔了 我给你扔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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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扔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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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 两人再次争吵起来 事情再次陷入焦灼状态 想起孩子气入的眼神 调解员还是不想放弃 想再好好的 劝劝私语的妈妈 无论大家如何劝解 徐先生的前妻都不愿意让步 这一下惹恼了徐先生 他好 我也好 请我跟您说什么呢 德服主角金丝华 无量寸光泛滥 相对人间 相对人间三千年 名门之秀 五两春 知道吗 PM2.5小到能进入头皮毛孔 只靠清洁表面 不够 海菲斯创新护肤洗发生 不但去泻 更新洁PM2.5 给你持久去泻保护 海菲斯 爱绿色 不爱添加 爱健康 不爱伤害 立白灶液 不添加荧光棕白剂 绿色健康的洗衣液 立白引领绿色健康 老胃病新办法 辅人牌升旗健胃颗粒 快指痛 中草里 日味更养胃 润心糖牌 风阳寇服液 能缩黄旗 构旗族 白竹 人参 当归精华成分 缓解体力疲劳 适宜易疲劳者 润心糖牌 润心阿胶浆口服液 增强免疫力 提高抵抗力 祝您充满活力 爱绿色 不爱添加 爱健康 不爱伤害 立白灶液 不添加荧光棕白剂 绿色健康的行业 立白 引领绿色健康 治感冒 抗病毒 好得快 辅人牌抗病毒口服液 十分用心 十分放心 为了这一步 我们探索了960万平方公里 为了这一天 我们钻研了5100多的日夜 为了每一个中国宝宝 我们向宝宝营养的黄金标准看齐 我的天生 好 新领冠 坚持中国宝宝营养研究 为中国宝宝而生 要用洁净的衣服给他自信 我选择洗得干净 又温和的太子 太子洗衣液 具有双重洁净技术 去自一表无残留 他自信的表现 是我最大的嘉奖 有太子 梅污渍 这只小金瓶将改变你的护发方式 欧莱雅奇幻润发精油 一滴滴 凝聚六种清测油 绣发润氧 出众光泽 告别干枯暗雅 见证改变 欧莱雅奇幻润发精油 见面会快大了 牙齿近看 也接近完美吗 加绝是3D胜白 牙贴加牙膏 素白成分 快速内白 P4D胜脏 4D胜白 3D胜白 茶香新升级 佳解是 6D胜白 越後 就是在过度劳累之后 好像身体被掏空 是不是渗透支了 惠人生宝片 二十二位赢药 把渗透支的补起来 他好 我也好 一人咳嗽 全家变成熊猫眼 999强力启发路 止咳 去弹 润喉 心肺 强力止咳 借您整夜安睡 999强力启发路 两人再次争吵起来 事情再次陷入焦灼状态 想起孩子侵入的眼神 调解员还是不想放弃 想再好好的 劝劝私语的妈妈 无论大家如何劝解 徐先生的前妻都不愿意让步 这下惹恶了徐先生 尽管徐先生的前妻 已经受伤倒在地上 但徐先生的情绪 并没有因此冷静下来 我们的记者及时拨打了110 并和孙志书一起及时制止了 他后来的暴力行为 在等待120过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徐先生的前妻 虽然受伤倒在地上 但右手紧紧的拉着孩子的胳膊 嘴里一直喊着孩子的名字 看得出来 他还是很爱这个孩子的 可是或许是因为太紧张 思雨显得有些排斥 始终在旁边默不作声 即便是调解员顺势引导 孩子还是很沉默 看到了孩子这样的态度 徐先生的前妻流下了眼泪 随后120到来以后 齐老太随同医护人员 去了新乡中心医院进行检查 调解员随同派出所的工作人员 立案登记 这个时候徐先生冷静了许多 调解员也诚恳的对他进行了劝解 听了调解员的话 徐先生最终也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 说起今天的失态行为 他也很痛心 无论徐先生前妻的执拗行为是对是错 徐先生冲动之下动手打人总是不对的 看到徐先生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 调解员希望 他也要对自身的行为负起责任 妥善处理好后续问题 在和徐先生沟通好以后 调解员对一旁的孩子进行了安慰 目前派出所已进入此事 徐先生的前妻也已经出院 为了孩子最终也同意把女儿户口签到孩子奶奶的名下 我们希望以后徐先生和孩子的母亲能真正的担负起做父母的责任 让孩子以后能在一个健康无忧的环境下成长 户口签过来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 这还远远不够 因为孩子真正需要的还是来自于父母的呵护与关爱呀 问一下徐老师吧 我知道啊 徐老师您刚才看这个故事的时候都已经落泪了 肯定有很多想说的话吧 徐老师 这件事的焦点是要孩子付口 这件事的表现却是冤冤相报 以报之报 但是这件事的根源是这做父母的自私和不负责任 虽然说离婚是自由的 但是你们各自成家各自快活之前把孩子安置好了吗 你们把亲生孩子当流浪猫流浪狗往外推吗 这孩子有好心的奶奶收留 你们就可以不负责任了吗 你们之间的报复把孩子成了一个完全的牺牲体 非常可怜 都说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你们这父母双全 但是却不负责任 孩子过的还不如一根草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以孩子的名义 诉诸法律 追讨几个孩子的生活费 一定到落实清楚 因为孩子的成长不能全靠爷爷奶奶的好心 他们老人上了年纪怎么办 老人生了病又怎么办呢 好咱们继续往下看 下边这件事啊 也必须得赶紧处理好 不处理好 又会有孩子遭罪了呀 一段婚外情引出麻烦无数 平平被骚扰 老婆有苦难言 他就想骚扰我 看我跟他离婚 他想跟他在一起 前往女友家 双方大打出手 截尽全力 事情终会有怎样的结果 白星调解 婚外流情惹祸端 正在为您播出 拱一街头 一位老太太给一位年轻女子当街下跪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还要从老太太的儿子 也就是我们的求助人小五说起 出轨了 看着小五满面笑容的样子 仿佛出轨就是一件很轻松的事 难道他就不想想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孩子吗 没经得住诱惑就出轨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严重的还在后面呢 小五说 他和妻子已经结婚将近十年了 夫妻俩感情一直不错 可是因为他常年奔波在外做生意 所以五年前 才在耐不住寂寞的情况下 和女友走到了一起 并有了孩子 那么对于这一切 小五的妻子难道就一直没有发现吗 因为那时候 他不是在厂里面干活吗 经常接活这些 他让他出去给人家吃饭 不可能说不让他出去是不是 毕竟做生意 你出去吃饭弄不少 这些都是正常的事情 他要钱弄什么 我想说一个男的 兜里没有钱也不可能 是不是 现在的社会 你没钱出去 你做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我也没说特别太在意了 因为那时候也怀着我孩子 带着我牛 他有些时候不回去吧 我也没想那么多 也没往那上面想 小五的老婆 对丈夫是绝对的信任 老公在外面生了个孩子都不知道 直到有一天 一个电话打到了他的手机上 那是非直接到你手机上 那你能直接到我手机上 你能问他呀 你说吧 我回去了 倒到我姑姑那里 倒到我叔叔那里 就他倒到我爸爸那里 他打电话又不啥目的 他是啥意思 他就想骚扰我 看我跟他离婚 他想跟他在一起 今天吵了闹了 你说我也累 我也不想今天跟他吵 跟他闹 但是我说我愿意成全 他不愿意 他死活缠着我 这就怪了 根据有孩子都有了 小五不是应该盼望着离婚吗 怎么老婆愿意成全 他反而不愿意离婚呢 原来小五是舍不得老婆的温柔啊 而老婆知道他的想法之后 他也打算跟小五的女友谈一谈 看看对方能不能退出他们的家庭 面对丈夫女友的强硬态度 小五的妻子不愿意再和丈夫发生争执 而小五也不愿意再和女友纠缠下去 百般无奈之下 夫妻二人只好向百姓调解栏目求助 小五想跟婚外恋的女友分手回归家庭 而小五的老婆也愿意抚养小五和女友的孩子 那么对此小五的女友是什么态度呢 他会同意小五提出的分手要求吗 最后在小五带领之下 我们来到了小五女友的家里 刚一开门 小五和女友的儿子就跑了过来 也许是心怀愧疚 对于儿子的呼喊 小五只是默默地扶摸着孩子的头 然而就在这时小五的哥哥和姐姐 却和小五的女友的家人吵了起来 你看到小五的女友要关门 小五的姐姐赶忙去拉小五 要让弟弟小五离开 由于害怕小五受伤 小五的姐姐非要让小五走 导致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调绝连忙制止小五的姐姐 经过一番的劝解 大家终于安静下来 那么小五和女友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就是网上认识 是网上认识 对 那时候你知道她有家庭吗 我不知道 她一面说她说没有 她跟你说没家庭 没有 她的婚姻都没有 那时候你有家庭吗 人家给咱一会儿去 走到一会儿去 你有家庭吗 我有 你有家庭 对 那你有家庭你还给她坐到一会儿 因为我们俩离婚的 哦 俩离婚的 对 那时候离婚了没有 还没有了 还没有离婚的 你两个坐到一会儿 当时只是说 当朋友 我没说发生到 谁是个一层关系 我就是交朋友 交朋友 没哪一层也 既然刚开始 两人只是普通朋友 后来又怎么在一块儿 并且有了孩子呢 给你离婚了以后 你还坐到一会儿 还有小孩 这边一层 你关键都不知道 她有家庭 她满过你 她拿着满过 她拿着没交婚 没孩子 我这帮你聊回那之后 然后外面发现了 谁一层关系 鼻子杀电 知道她有家庭 有孩子 七八个月 孩子快松车 我发现她数据了 发现数据 她可能 她的笔子 聊也能够 跟她聊小鞋 我说 拿五千块 要给 拿五千块 小五的女友说 怀孕八个月的时候 她才发现 男友小五 有家庭的事实 为此 她决定打掉 父中的孩子 和男友小五分手 可是没有想到 男友小五 却始终纠缠着她不放 那么 事实果真如此吗 要是看牛学的话 他万一天是在鼓流梦着 没有万一天 我应该去问你家 应该在之前吧 你都知道了这之后 应该就知道 我们所有的家庭 要真去问你家 你不知道她打完结婚 不要如果知道家庭 我会再回家庭 当时我也忘了 今年了 今年了 你还忘了吗 你当时不想给她分开 你才忘了 他爸呢 如果要现在 这些话深开 这种情形 你绝对是换不了 你哪时候是不是 某种一回事 他想给她继续 保持下去 真的 既然走到就能离过了 他一个人 也不容易 就这样 就这样继续下去 他想走着 女友这边 小五是这样骗的 老婆那边 小五又是怎样瞒的呢 我怀着我孩子的时候 她出去 然后又生了我孩子 有一个多月 过年 全的女的打电话 跟她说 她说我在哪在哪 你不来怎么怎么的 他在家吃着饭 玩快一放 要跟人家走 我说 我一 他那动作一出来 我都知道啥情况 我说你到底啥 他说是个朋友 怎么怎么的 他不跟我说实话 后来我心里都知道 是啥情况 他在跟我说 刚刚就知道 我就知道 我叫给他理他 他说他改 我说行你改 我给他时间 他说以后不会了 他跟他断了 然后拖一年 每年都是 他俩经常隔一块 哎呀 小五就是这样 瞒着家里 骗着外面 这小五表面上 看着不来不惊 内心 可是惊涛骇浪啊 他就一直说 他会给他们 离婚 说我和我过日子 他扯了无数遍 他扯了 他给他离婚 他扯了呀 我看他实在离不了 我娘离不了 你管你我管我 我才要挂个表明 我给他拍我字 我给他看 你管你就管你 我也不念 他也说我 他你如果在这儿 他们每次探验的时候 都是生气 都是发生持续动作 他说听说啊 儿子不是说 每次探验的时候 都生气 儿子我给你探验 你从来给我找不上来 要不你给我哄哄哄哄啊 这场 没有怕你生气 妻子和女友 都不知道的时候 小五是在家 有娇妻相伴 在外有美女入怀 应该是很得意吧 现如今 孩子生下来了 东窗事发了 女友要求他离婚了 这下该怎么办呢 这作为说 他战备你 其实你战备你三十 现在如果你心里 你脑子冲击 你战备你准备你准备 也不会有别子 你走不到这种地步啊 你哪样的 长得个孩子阳大 你某些婚姿 正在哪三十 就是人家吗 你才会你当人家牛啊 他有婚姻不婚姻 你不清楚 你给我做一份 你做个女 你不自重啊 咱是女啊 咱也自重自来啊 现在怎么战后啊 战后会有别子了吗 就在条卷思考该如何让这个女子退出的时候 一句无意间的询问 让事件发生了意外的逆转 屡次和女友领证 又为何屡次失败 左右摇摆 两个女人 她究竟选择哪个 一波三折 事情终会如何发展 白星条姐 婚外留情惹祸端 正在为您播出 上节我们讲到 小五一直欺骗着妻子和女友 后来东窗事发 收拾不住 就在条卷想办法该如何劝说这位上当受骗的女孩退出的时候 一句无意的询问让事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 你还有一些文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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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了 你还有一些文章吗 一六年 一六年就离了 都快一年了 一开始怎么没说呢 那现在小五 那岂不是单身 是自由身呢 那要是这样的话 就不能逼着小五的女友退出了 这事还得重新来 鉴于小五本人对于婚姻感情的概念比较模糊 条卷把小五拉到了屋里 看看她心到底是在谁呢 你怼她的感情多 她怼你聊出来 怼你欠其感情多 你不能两个都将过 面对条卷的询问 小五一直低着头不说话 就在这个时候 小五女友突然拿出了自己的户口本 还有两人的合影 你的照片 对 不对呀 这合影怎么那么像结婚证上的照片呢 莫非小五和女友已经打算结婚了 你能弄这一出子 你是不是准备结婚呢 我一直在外面跑 一直没办事 只没几年办 然后就出来这个事 今天过去年就闹了 人不愉快 就是这事就可能 还真是准备结婚呢 不过又怎么不愉快了呢 我这过去年了 我这回去看看 我回去看完爸爸 我再过来 他不让周 就飞来办 我整了之后 他 我假许你进去 那是我有我的想法 你说对不对 我正在这儿 等了好长时间 所以我说你多等两天又如何 等到初六一班 人家初六一上班 你班上去 你该是他就上班了 原来因为没有领结婚证 小五的女友竟然拦着小五 不让他回家看父母 而民政局春节放假了 根本领不成结婚证 两人就因为这杠上了 最后小五连老家都没有回 就在女友家过了年 了解到这些之后 条件又开始劝小五的女友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小五姐姐的抱怨声 说是小五因为女友 过年连个电话都没有给家里打 听到这儿 小五的女友从屋里冲了出来 现在我不想让啥狗子都往我头上扣 你给你接张春节 二十九 我限制你的人身自由了吗 说春节 再一个说二十九 我哪里受见面 你爹给你打电话 我让你给他回过去 你不再会 不能说我不让你打电话 你说春节 因为原来两年不喝 我把说了话 你没打电话 我都离了让他回 我让他说他 我咋不给你回 我知道吗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知道吗 你别说我 你别说我 我知道吗 我知道吗 你别说我 你别说我 别说我 人家的差点 你回不回不回 不说话 你学会 眼看着两人在外面说不成事 条件又把小五和女友 叫到了屋内 你对他还有干净吗 我问你 干净可能没有人 你问你对他有干净吗 好 好 只要有干净 咱都开始说 你再来打电话 你不让他回家看他妈 这就咱里不对 你随你错 我你承认 他爱不足 他该扔 无聊的 以后为止 你就这一车子牛 你给他说对不起 对不起 他一说对不起 你听到没有 他做错 你也知道 小五的女友 说出了对不起 小五也该放下 过年的那个心结了 那么两个人 这结婚证 还能不能领呢 由于小五想和女友 单独谈谈 调卷决定先出来 让他们自己决定 以后的路怎么走 就在这时 小五女友的妹妹 跟我们说 小五去年五一 就办过一次结婚证 也是没办成 去年就和去年 办结婚证 都去了 我爷该办个条 说啥 你带什么证 带什么证 你拔呀 难道他不知道 今天要办结婚证吗 办结婚证 没拿身份证 都是结过一次婚的人 这也太不专业了吧 再加上 年前结婚证 也没领成 这让调卷心中 猛的一紧 这小五该不会 又是在隐瞒什么吧 想到这里 调卷赶紧跑出去 找在外面 等候的小五老婆 看看他们离婚的事 是真是假 这次小五确实没有撒谎 虽说离婚的原因挺让人气愤 但不管怎么说 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现在看着小五怎么决定吧 真是奇怪 两人都有感情 又真的离了婚都是单身 为什么不一起过呢 你一会儿你怼到 你汗有啥 你锁出来 那一件不足 让他改成 心情不好 我认识 人人不知道他脾气 有事不让他说 你到底有点不努力找到 然后就是 就是生气 就是你没问题 小五说 女友心眼很小 脾气还很暴躁 稍不如意 就会大发雷霆 甚至割腕自杀 所以如今他才不愿意 再和女友一起生活下去 那么小五所说 是否属实呢 听女友的母亲 还这么说 小五再次指责起了女友 小五说 因为女友看自己看得太紧 所以两人才矛盾不断 而他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要和女友分手 了解事情来龙取脉之后 百姓条权觉得 虽然小五的做法有些欠妥 但是小五女友 动着割腕自杀的行为 更是不可取 面对百姓条权的批评 小五和女友 都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那么事到如今 两人还能走到一起吗 我过 我要慢慢的 那你慢慢过 你急着 所以叫狗 对 给你个字眼 一会儿慢慢的 来 人家怎么不干净 不会做正常事业 是不是 男人肯定过 嗯 他别认不得他 他别认不得他脾气 他一会儿 他盖症 他说我不盖症了 那那样 可足可乳 男人肯定过 男人肯定不过 决定 决定不过 决定不过 看来小五是真的不想过了 那女友又是怎么想的呢 人家傻脾气了 回来傻了 都 都承诺 那那两天 那是大红公司 你也原意啊 嗯 小五的女友 哭着告诉百姓调剂员 五年的地下恋情 早就让他身心俱疲 如今男友小五 又坚持分手 这更让他 对于两人的感情 不抱任何希望 所以分手 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 咱就说不过 咱好好好在 毕竟这么有经验呢 不管是对 不管不对 四十几单出来呀 咱都不再说啊 咱都翻译啊 滑去好 那这孩子啥呢 你说 孩子我也不涉及地下 嗯 给他你不放心 他孩子身体才知道 三千两个地下 三千两个金子之缘 孩子给我啥 我确实一定也不放心 真的不放心 小五的女友说 因为儿子隆隆之前 一直和他在一起生活 所以分手之后 儿子要由他抚养 那么对此 小五会同意吗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 我不能带他孩子 去公司玩了 去跑公司 去干活 嗯 他孩子很带着 我 然后给他拿了 什么 你俩搭上公司啊 那多少 因为我说外面多了 我都多万人拿着 说少了 我都少有的男人 他都不可能 嗯 那这两千里 都搭上公司 你也愿意啊 嗯 这今天外面干 可能是真的不好干 嗯 因为外面也欠了不少钱 嗯 我欠了一天 我 前来真是民众 遇到就 换了 或者我就是 当人站着面 不给他再打个钱 我今天 我姐着 我慢慢喜欢 你也同意 嗯 你现在他没有 嗯 大概一切 通过一番协商 小五和女友 达成了一致意见 孩子由小五的女友 抚养 小五拿抚养费 可是当小五女友的家人 在外面听到他们这样说的时候 突然冲了进来 别吵了 你不吵不吵 没吵 别吵了 别吵了 原来小五女友的家人 对孩子的赡养费有争议 在经过一番协调 在经过一番协调与商量之后 小五和女友达成了协议 小五每月一号 给女友打两千元 作为孩子的抚养费 另外 由于小五之前 向女友家人借钱做生意 所以又给女友打了一张 十五万云的借条 作为了结 至此 小五与女友之间 画上了句号 最后小五表示 他想和前妻复婚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男人 小五的前妻会接受他吗 欠条协议 情人一刀两断 你也愿意啊 前妻伤心 不愿再续签签 你跟我说一句 我不会相信你的话 不管谁签 我都不会跟他换 男子下跪 前妻最终能否回头 他归不低气量快 归得给你多刺 百姓调节 婚外流情惹祸端 正在为您播出 天然的自己 超能的女 超能女人 天然饭 超能直飞 低泡洗衣液 天然椰子游生产 超能女人 用超能 生许有时是在过度劳累之后 好像身体被掏空 是不是渗透支了 惠人之宝片 二十二位 要把渗透支的 堵起来 他好 我也好 无量成功灿烂 相对人间 相对人间 三千年 名门之秀 五两春 爱绿色 不爱添加 爱健康 不爱伤害 立白照页 不添加荧光增白剂 绿色健康的洗衣液 立白 引领绿色健康 老胃病 新办法 俯人牌 升起健胃颗粒 快止痛 重调理 日味更养胃 头蟹去了又来 头皮也是皮肤 不能只靠清醒 新海飞肤三重护理 谢谢 赏肤 保护 三重护理 谢谢 当然去救 实力派海飞肤 润心堂牌 中阳寇服液 浓缩黄旗 构旗族 白竹 人生 当归精华成分 缓解体力疲劳 适宜 一疲劳者 润心堂牌 润心 阿胶浆口服液 增强免疫力 提高抵抗力 祝您充满活力 我想要羽毛贴在头发上 您登场 REDRIVE 挑柔 让发根 欣赏不黏 发尾柔顺到底 卡 你来试试 REDRIVE 挑柔 为了这一步 我们探索了 960万平方公里 为了这一天 我们赞演了5100多的日夜 为了每一个中国宝宝 我们向宝宝营养了黄金标准看齐 我的天生靠 金领冠 坚持中国宝宝营养研究 为中国宝宝而生 小刘长头发 全影损伤减短 才不要 全新潘婷 ProV维他命原配方 从发根 长刃到发尾 旧发想多长 留多长 每次长刃 潘婷 结婚几年了 一直怀不上 我去了长江医院 很多医院 一年了 宝宝很健康 开始没法过了 我谢谢长江医院 到长江还越快 到长江还越快 郑州长江不孕不遇医院 6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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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线去了又来 头皮也是皮肤 不能只靠清洗 新海菲丝三重护理 谢谢 赏肤保护三重护理 谢谢当然持久 实力派海菲丝 要用洁净的衣服 给他自信 我选择洗得干净 又温和的太子 太子洗衣液 具有双重洁净技术 去自一条无残留 他自信的表现 是我最大的嘉奖 有太子 梅污渍 治感冒 抗病毒 好得快 辅人牌抗病毒口服液 十分用心 十分放心 爱绿色 不爱添加 爱健康 不爱伤害 立白照页 不添加荧光棕白剂 绿色健康的洗衣液 立白银领绿色健康 是他在想我吗 暖一下就好 999感冒0 暖暖的 很贴心 梅污渍 走住了 关键是可不靠谱 为啥 要就是我抱 恶货 来上实力架吧 梅污渍 来这儿 实力架 很早饥饿 做回自己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 百姓调节 我是欣盈 大事小事 烦心事 您可以随时拨打 我们的调节线 0371-6560-5388 就有机会 可以获得由 郑州长江 不孕不宜医院 为您提供的 精美礼品了 好 不多说 咱们一起继续 来看节目 剑调协议 情人一刀两断 人家写了 这大事公司 你也原意啊 前妻伤心 不愿再续签缘 你跟我说一言 我不相信你的话 不管谁签 我都不会跟他说 男子下跪 前妻最终 能否回头 他会不第一次两错 为了他可以多次了 百姓调节 婚外流情惹祸端 正在为您播出 上节我们讲到 在和女友分手之后 小五给女友 打了一张 十五万元的窃条 又签了一次 每月付给孩子 两千元 抚养费的协议 两人之间 彻底画上了句号 最后小五表示 他想和前妻复婚 那么小五的前妻 能接受他吗 你借了那么多钱 借了干 你跑货 你跑货 你用了十几万块钱 你跑都够在那 我借你一分钱 没有 借了没有 那在这滑了 是啊 我们家借不了那么多给你 你就找一个 天天 天天人家借钱给你活着 是不是 日子过得多小子 现在也那啥了 你跟他过 听到小五给女友 打了十五万的借条 每个月还要支付 两千元的抚养费 小五的前妻很生气 说什么 也不愿意跟小五过下去了 是 我虽然比不人家漂亮 比不让人家好看 那就跟他过 我之前咋说 我抽是抽我承认 漂亮的饼饭吃 你跟他过 我抽我也不能黏着你 我是云南的啊 孩子我都带到我妈妈家 我爸妈帮他带着两个孩子 我儿子从九个月的时候 跟他带到今天才过来 都没问到要过一个生活费 他跟我说 他给人家都给了生活费 所以今天我从 我都不想见他 不管谁钱 我都不想他过了 听到小五的前妻 说不过了 小五的妈妈非常的难受 生不了心 心里好得跟 尽管小五的妈妈 很舍不得这个钱儿媳 但是小五已经彻底 伤了这个女人的心 她是真的不愿意 跟小五再过下去了 人家说要人他又人 他要模样又模样 我就想说那种 你除了你心底好 人老实 谁让你老实 能做着这样的事情 四六岁到现在 我除了他傻 十年的时间 我傻也没婚到 男的压力回头 人家在那边 你没有开始在说 孩子没有到在说 两孩子蛮差的 然后帐头背着 我现在我也够累了 我也不想过了 你现在那六七万块钱 我也尽管你赶快还给我 他曾经一天 有二的没有 前妻的这个态度 小五也看到了 接下来他又该怎么办呢 那个不说 这个人一回呢 你对不起 你说 现在来对不起 面对百姓挑拳的询问 小五竟然一直默不作声 健壮 小五的前妻转身 就要离开 却被小五拉住不放 我错了 我将他的护士 你将他护士 现在跟你说 害死你这个 解法护士 好 不来吧 我错了 真的错了 这边你解决了 解决完了 我今天 你跟我说这些 我不相信你的话 我回来不都给你 背那些账吗 集团外人的账 我是不会给你背 我也没有那种人 我自己就背 哎呀 你别跟我说这些话 一个男人一次两次 三次四次 还有人相信吗 他最练不是想说 不让我走 叫我隔着跟他 我跟他过啥 你就知道人 我还能跟他过吗 小五的前妻 是铁了心 不愿意跟小五复婚的 看到这一幕 围观的群众 也忍不住 劝气了小五 你刚才说的 在家里 你给他做出的好话 就是 想想这个 人家说一会儿 要给你 只管不整干 要你留家里 是不是 你说男子看呢 你在胡作八位 那特别是孩子 面对众人的劝说和母亲的眼泪 小五走到前妻面前 跪了下来 他跪不可以去两次 那他给你多次了 你现在在知道啊 郁官长 你的伤头啊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怎么办 没有时间 我没有时间给你机会 由于小五的前妻 坚决不肯复婚 条件决定 劝劝小五 也许是想真心悔过 面对百姓条件的劝说 小五竟然坚持跪在地上 不愿起来 坚决 围观的热心群众忍不住 劝起了小五的前妻 面对大家的劝说 小五的前妻还是不愿意复婚 考虑到两人矛盾已久 于是百姓条件决定 先让跪在地上的小五起来 起来吧 你弄点事 就是这种结局 他也不会再相信你 你既然你一定要婚 我也不能再做事 以后我好好做男人 你这段婚姻 你可要顺忠 好好对你 只要天然胆子 你要挑起来 不是 交代完小五 就在条件准备离开的时候 小五的母亲 突然给小五的前妻 跪了下来 起来吧 起来吧 别毁 别毁 这时候有啥用啊 起来起来 这时候前妻是有点苦的 太厉害了 起来起来 我等你来我不要了 我等你来我 你来吧 你别这样了 在你害有福啊 我等你回你 知道不知道 起来吧 我等你不想起来 你毁了我不要了 你毁了有啥用啊 哎 你这边没有任何用 你别再做了 你不想我不想起来的 你再毁了 再毁没有银和银你啊 生许有时是在过度劳累之后 好像身体被掏空 是不是渗透支了 惠人之宝片 二十二位医药 把渗透支的补起来 他好 我也好 无量成功泛滥 相醉人间 相醉人间三千年 名门之秀 无量春 爱绿色 不爱天佳 爱健康 不爱伤害 立白照页 不添加荧光棕白剂 绿色健康的洗衣液 立白引领绿色健康 不想要羽毛贴在头发上 平登场 Retripe挑柔 让发根清爽不黏 发尾柔顺到底 卡 你来试试 Retripe挑柔 要用洁净的衣服 给他自信 我选择洗得干净 有温和的太子 太子洗衣液 具有双重洁净技术 去自一瓢无残留 他自信的表现 出了最大的嘉奖 有太子 眉污渍 是他在想我吗 暖一下就好 999感冒0 暖暖的 很贴心 想留长头发 全影损伤减短 才不要 全新潘庭 ProV维他命原配方 从发根 强韧到发尾 旧发想多长 留多长 每次强韧 潘庭 爱绿色 不爱添加 爱健康 不爱伤害 立白照页 不添加 荧光棕白剂 绿色健康的洗衣液 立白 引领绿色健康 你可曾想象 肌肤如空气般 通透清云 新一代蓝蔻气垫 全新升级 两款可选 布置通透清云 更偏亮白无瑕 清透无瑕 任你拥有 全新蓝蔻气垫 CC双粉底液 同步上市 法国蓝蔻 有时是在 过度劳累之后 好像身体被掏空 是不是渗透支了 惠人心宝片 二十二位医药 把渗透支的 补起来 他好 我也好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 公共频道 百姓调解 我是欣盈 拨打我们的调解 热线0371 6560 5388 您就有机会 可以获得 郑州律博园 为您提供的 门票一张 好 一起继续看节目 也许是想真心悔过 面对百姓调选的劝说 小五竟然坚持 跪在地上 不怨起来 坚壮 微观的热心群众 忍不住 劝起了小五的前妻 面对大家的劝说 面对大家的劝说 百姓调选决决 调选决决定 先让跪在地上的小五起来 起来吧 你弄点事 就是这种结局 他也不会再相信你 你既然你聊婚了 我也不能再多久了 以后好好做男人 你这段婚姻 你可要顺忠 好好对应 只要天然胆子 你要调起来 我会 交代完小五 就在调选准备离开的时候 小五的母亲 突然给小五的前妻跪了下来 起来吧 起来吧 别会 别会 这种都弯了 你起来吧 你给他 你想着我 这种有啥用啊 起来 这种成员 是一个小虎的 成员吧 起来 我等你 我不要了 我等你 进来吧 你别这样 在你害有毒啊 我等你 知道不知道 起来吧 你鬼人在这 我不要了 你鬼人有啥用啊 起来吧 你鬼人没有用 我等你 可怜了这位老母亲 还要为儿女的过错 伤心流泪 于是 在小五前妻离开之前 条群还得交代她几句 他俩过日子 不是你鬼的 他俩都管过好啊 如果说你鬼的 管过好 那你都会到这 你鬼的 没有任何意思 他已经给 闺女亲 想通啊 给媳妇亲 想通啊 无论那娘 有多大矛盾 在老媳妇 你还是 和其他 我也没把她当 对 那娘还没有啥矛盾 那娘说说话 孩子都想带了 但我有时间了 我可以过来看看孩子 在百姓条群耐心劝说下 小五的母亲 终于停止了哭泣 在此 我们希望 在以后的日子里 小五能够真心悔改 不要再因为自身的问题 让家人伤心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典型的 脚踏两条船 玩不转 掉水里的故事 信仰不同情这个男人呢 只是心疼 他的两个女人 生下的这几个孩子 孩子们 最无辜呀 徐老师 您想说到什么呢 脚踏两只船的风险 就是翻船落水 小五这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希望他的教训呢 给那些还在伤害家庭 背叛家庭的人 一个很好的警醒 你要知道 出了鬼的男人 就像掉到粪坑里的钱一样 又叫人恶心 又叫人为难 当初自己抵挡不了诱惑的 那个决定 你要知道 最终一定要付上一定的代价 这个代价是 又伤人又伤己的 不能有侥幸心理 健康你我他服务靠大家 欢迎大家收看 由河南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与河南电视台 联合打造的百姓食药坊 我是主持人新营 在过年期间 一段套冠加多宝的网络视频 刷爆了整个朋友圈 一直之间呢 各大网络媒体纷纷转载 而经过我们记者的实地调查 并未发现 网上视频中流传的那种 套冠加多宝 那么套冠加多宝的事情 到底是真是假呢 最后记者来到了 许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讲明来意之后 许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食品安全协调督察科科长 陈冠宇表示十分欢迎 因为自从这个网络视频出现之后 整个食药监局 第一时间全部行动起来 深入到农村进行排查 什么人送点荤烧 什么人咬 就前两个市场买东西 人都做了脑子的 谁看都过来看人 谁看了菜籽 消灯暖色的病 那个第一天 发现这里算多 其实咱这个 这个社会家部门 这个八卦 九八卦的那些 从村落到乡镇 不管大小超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都要逐个进行开查 记者整整跟了一天时间 总共排查了56家超市 并未发现套罐饮料 许昌市建安区食药监局 和街监管所所长王晨宇告诉记者 因为辖区超市很多 他和同事们连续排查了七八天 基本上每天排查 都在40家以上 许昌市食药监局食品流通监管科科长张百顺告诉记者 农村确实是食品安全问题的重灾区 虽然他们在市场上并未发现那种套罐的饮料 但是总有少数的黑心商贩为了谋取利益 挖空了心思坑害老百姓 令人防不胜防 在我们跟随食药监局调查的过程之中 就发现了很多包装相似的饮料 据了解 这家名为孝仙酸烙乳的商标是经过工商局注册的 也有各种合格证件 虽然包装颜色与伊利油酸乳很是接近 但是并不违规 后来我们又陆续发现了类似于养元六个核桃的包装 对于此 许昌市食药监局食品流通监管科科长张百顺说 其实这种东西他也见怪不怪了 在巡查之中 他发现过许多这种棒名牌的饮料 你看是甲肚包 实际上那个名字叫鱼肚包 还有一种实际这个发贵 它那个不叫这个爽 会 旺 它这个字加上来加个鬼 它这个上面这个幼子也能比较大 上面这个鬼这个箭子也能很焦 所以往往这个给甲肺的这个 不就没这样 管 管 管 这这个箭子 这这个箭子 它应该混焦 所以说因为混焦事情 很多这个群众这个不注意 把它武当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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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爽会忘 实际上它叫管会忘 啊 张百顺说 如果食品饮料出现质量问题 那他们当然会依法进行处罚 但是对于棒名牌的这种行为 并不属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监管范围 他们最终也只能拨打工商局 的电话进行投诉举报 不得不说为了利益一些黑鲜商人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其实早在几年前媒体曾经报道过一些黑鲜商家欺骗消费者的套路 比如说康师傅变成康帅富 雪碧变成了雷碧 六个核桃变成六大核桃 哇哈哈变成了哇啥啥 这些棒名牌的食品饮料 确实需要好好的整治整治了 那么经过此番专项整治行动 虽然发现了一些问题 但是网上流传的那种套罐加多宝的饮料 却始终无影无踪 我们出动了五百座认词 监察了三千多家 这个六层的这个销采 那个销十三点 潮市 但是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上述食品种类之中 加某的网络技术加多宝 许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食品安全协调督查科科长陈冠宇表示 整个食药监局全部出动 基本上已经把整个许昌市的市场排查了一遍 在巡查过程之中 还不断的鼓励群众投诉举报 如果说市场上真的有这种套罐的饮料 就算食药监局没有排查出来 也应该有群众举报才对 但是套罐的饮料 除了那段网络流传的视频之外 始终无影无踪 至此陈冠宇对这段套罐饮料视频的真实性 有了一丝的怀疑 然后在那工作人员 发现这个雨庆衣服第一次监狱 发送信息的这个微博的博主练习 然后他用的是经过人证的 有了留了有收集号 有了收集号以后咱就通过收集 或者是在网上 这又是没有收集了 我就在网上 接他六页都跟他练习 咱是恢复的都说 都是专载的 都是专载的 没有一个是职业 陈冠宇告辞记者 通过微博 微信以及各种社交软件 他想尽办法与转发视频的人员 以及各大网站进行联系 却发现 基本上都是转发的 根本找不到上传视频的作者 但是 许长市食药监局的工作人员 并没有放弃 经过一番努力 终于找到了视频发布的源头 陈主任 告诉记者 得知视频的出处之后 工作人员都十分的兴奋 当即 开始在网上搜索 黎视频网站的联系方式 希望通过他们 可以找到上传视频的作者 但是 最终的结果 却令他们十分郁闷 线索至此再次中断 无奈之下 陈主任只得选择大海捞针的方式 在网上不断的搜寻 只要是有人发布这个视频 他一定要与对方联系一下 希望可以找到视频的作者 但是 直到现在 却是没有丝毫的进展 就是经过在那不断的这个 搜索 然后和这个发布 这个网络这个视频的 这个博主 去练习 然后都没有经过 证实 证实这个证实性 那这个视频 诊到家了现在 现在诊家不确定 但是现在是 冤透找不到 既然无法找到视频的作者 也就不能证实 这段视频的真假 但是 陈主任表示 凭他多年的工作经验来说 这段视频 存在诸多疑点 在这里 陈主任也表示 希望大家在购物的时候 一定要到正规的潮市进行购买 因为在食药监局的大力监管之下 超市一般还是比较让人放心的 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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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监察力度 比较大 另外 在那个 使命的 独卖的 集中 集中 回头客比较多 它一般不会出现 都出现到弄出那种描绘 另程 另应盘点上 没有不定窗户呢 这还是最多 最多 好 就是根据这个境况 在影响了 根据这做后 一期念描绘 视频案件讲究工作 就是有管在那工厂 施药盐 弄业区母和公安 继续练手去争执 这个正在 活动正在开吓当中 在这里呢 我们也呼吁大家 如果发现那种套罐的饮料 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37165605388 或者是12331 进行投诉举报 让这些黑心的商家 大家得到应有的惩罚 民以食为天 这深刻的道出了食品 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 食品安全 关乎每个人的健康和生命 常葵市食药监局的执法人员 在食品质量监管抽查的过程中 发现了 常葵市 官亭香口服王食品厂生产的 调味面制品 找你妹 存在着质量问题 常葵市食药监局 鸡查队的执法人员 随即赶到了生产厂区 它的生产日期 头的是5月12日 5月12日 5月12日 尤其仇业 不特别在提前的 有3点的儿子 那你的生产记录呢 你现在都有点 书会儿从来一样的行业 我看一下 现在有点书会儿 从来一样的行业 画面上的视频是 2016年6月28号 常葵市食药监局执法人员 对官亭香口服王食品厂检查的现场 面对执法人员的问话 食品厂的负责人 难道 真如口服王食品厂负责人所说 他们只是生产少量的调味面制品 找你妹 销售不好就一直没有再生产吗 口服王食品厂的负责人 到底有没有说实话呢 在工厂院子铁皮房的角落里 执法人员发现了 已经制作出来 还没来得及销售的调味面制品 找你妹 面对这些 口服王食品厂的负责人 又该如何解释呢 执法人员只要找到加工好的成品 食品厂负责人就会百般狡辩 想办法推脱责任 最后执法人员又在其他厂房内 找到了几项已经封好的调味面制品 找你妹 执法人员 执法人员让负责人提供食品相应的检验报告 以及生产食品的清单 负责人蓄意老板不在 自己不知道放在哪里为由 拒不提供 执法人员一眼就能看出 按照规定 该食品厂必备的检验室 从表面上来看就不合格 口服王食品厂生产出来的调味面制品 找你妹到底有什么质量问题呢 人使用之后是否会产生什么不良反应呢 由于口服王食品厂生产出来的调味面制品找你妹 存在着大肠军群总数超标 执法人员已经责令食品厂负责人 必须召回已经流通出去的面积食品 这都调出去的得找回 那你先说的货你得去 那你不处理了 那你不处理了 那你先去调回 那不客人吗 就是 随后 执法人员把查获的调味面制品找你妹 已经全部封存 并监督把召回的不合格的调味面制品 找你妹 进行了销毁 按照相关法规 也对口服王食品厂做出了相应的处罚 根据实验查的软班 或是领厄付出一万元的 出五万元一上 或是领厄一万元一上 出这个四倍至二十万元 四个二十倍 然后改商现在已经高比 人员已经高了 所以根据这个新生产的演奏 下一步 这改商进行的一种发展 多行不易 必自必啊 用生产质量不合格的食品来坑害咱老百姓 害人害己 最终企业也把自己送上了这断头台 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 不光光是不合格的食品害人 同样不合格的饮用水也更是害人不浅 这不长谷市食药监局2016年的六月 就接到群众的举报 说是在长谷市附近的一个村子里 有一个生产纯净水的黑作坊 接到举报之后 长谷市食药监局的执法人员 随即赶了过去 可一直大门紧闭的厂房 执法人员能进得去吗 在执法人员敲了十多分钟门之后 紧闭的厂房大门才被打开 执法人员刚进去就看到厂房的院子内 摆放着大量的纯净水桶 有装满水的 还有没来得及装水的空桶 如果不是执法人员在现场亲眼看到 谁都不敢相信 一桶桶看似很干净的纯净水 竟然是在这样污水横流的操作间生产出来的 那么这些纯净水究竟是怎样加工出来的呢 据了解 这家作坊加工的纯净水 是使用自来水经过简单的处理 直接装在了纯净水桶里 摇身一变竟然成了纯净水 在市场上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 经过调查得知 这是一家没有任何手续的黑作坊 利用自己抽的地下水或者是自来水 经过简单的处理后 打着纯净水的牌子在市场上流通 随后 长葛市食药监局 把这家非法加工纯净水的黑作坊给查封取缔 并把相关负责人交给公安机关处理 像这种黑作坊早就应该端掉了 流制也是坑害老百姓 早端掉就少一些人上当受骗 好了 来看下一条啊 人吃五股杂粮没有不生病的对吧 生病了咱就要干嘛呢 要吃药对吧 但是如果吃下不合格的药品 那就有可能是病上加病啊 血上加霜了 下边咱们就来看一看 近期又有哪些不合格的药品被抽检出来 进入权威发布 灰瑞之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阿诺法塔丁钙片 P号为N14006 性状 鉴别 薄成色谱 不符合规定 灰瑞之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阿诺法塔丁钙片 P号为M73690 性状 鉴别 薄成色谱 不符合规定 华阳药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黄莲上新线 P号为150305 性状 不符合规定 河北百合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生产的 钻岛人 P号为816031281 检查含量测定不符合规定 宇州市凯旋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葛根 P号为14095203 性状 不符合规定 河南百元康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白勺 P号为160501 检查二氧化硫残留 含量测定不符合规定 武钢市鸿康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D龙 P号为20141101 检查总辉分不符合规定 河南省青山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白纸 P号为140401 性状不符合规定 按照相关规定 如果是经抽检不合格的药品 首先是要下架 然后回收 绝对不允许再次销售 那么对于上述抽检不合格的药品市场上 依然在售卖 来继续坑害我们的老百姓吗 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 记者带您揭开真相 书 能買准备了吗 得输主将金丝花 爱绿色 不爱添加 爱健康 不爱伤害 立白照页 不添加荧光棕白剂 绿色健康的洗衣液 立白引领绿色健康 为了这一步 我们探索了960万平方公里 为了这一天 我们钻研了5100多个日夜 为了每一个中国宝宝 我们向宝宝营养了黄金标准看齐 要用洁净的衣服给他自信 我选择洗得干净又温和的太字 太字洗衣液具有双重洁净技术 续字一表无残留 他自信的表现是我最大的嘉奖 有太字眉污渍 小油长头发群影损伤减短 才不要 全新潘瓶ProV维他命原配方 从发根强韧到发尾 右发想多长留多长 每次强韧潘瓶 爱绿色不爱添加 爱健康不爱伤害 立白照页 不添加荧光棕白剂 绿色健康的洗衣液 立白引领绿色健康 一人咳嗽 全家变成熊猫眼 999强力琵琶路 止咳 去谈 润喉 心肺 强力止咳 愿您整夜安睡 999强力琵琶路 雅诗兰黛 小松瓶眼霜 首款真空眼膜 四分之一瓶精华 三重模型 修护更深 一眼看见年轻 整天水嫩亮 小松瓶家族 你就是年轻 好 欢迎回来 河南省药品质量公告 总第43期 总共抽查不合格的药品 46种 那么河南药品市场 是否还有这些 不合格的药品在出售呢 随后我们的记者 也对市场上的药品 进行了一个调查 按照记者的要求 药房的这名工作人员 给记者拿出了两盒 辉瑞之药有限公司 生产的阿诺法塔丁钙片 经过仔细比对 药房工作人员拿出的 阿诺法塔丁钙片 批号和河南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布不合格的药的 检查批号不一致 这也说明 此药房没有出售 不合格的阿诺法塔丁钙片 那其他不合格的药品呢 这个药房有售吗 记者要了十多种药 并拿出不合格的药品批号 进行一一核对 并没有发现 河南省食药监局 总第43期公布的不合格药品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另外一家药房 爆出药调查的药名 药房的工作人员都能拿出同名的药 却始终没有发现药调查的不合格药品 为了弄清楚这些不合格的药品 到底是否还在销售 记者又来到了离郑州偏远的地势 进行调查 这里不拖着药 哎呀 这边的名字啊 是不是照我 照我名字是阿头和他的 这灯都是回瑞 你得问他两种吧 这个没有其他地方 还有阿伦 阿伦 阿伦是这样 记者接连调查了三个地势 始终没有发现河南省市药监局第43期公布的不合格药品 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广大消费者 如果购买到在市场上发现公告上所列不合格的药品时 请积极参与药品安全监督 拨打0371-6560-5388 或者12331投诉举报电话进行投诉或举报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百姓食药坊 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了食品 保健品 化妆品 药品 医疗器械等相关问题 您可以随时拨打12331 或者是0371-660-5388 进行投诉反应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不要走开 马上进入百姓信坊